中华民国爱盲协会理事长吴建良指出 110年全民健康保险医疗统计结果显示 我国约有690万人因眼科疾病就诊 较去年增加约11万人 平均每3人约有一人因势力问题就医 全台50岁以上就医人口中约45%有势力问题 其中约30%居住在非六都的乡村地区 吴建良表示 偏乡长辈因为医疗资源有限 导致对黄斑部病变的检查和治疗较为消极 所以我们就是爱马其后就吸手台湾博士 还有我们比较前的微教大使 或是以前 我们导教就是我们的时候研究 我们爱的医疗距离因爱变得靠近 就是眼睛的医疗距离 可以因我们的大家的爱情 让它变得靠近 就希望能够在偏乡去做一个筛检 我们最近第一站可能是在台东的一个 长冰 我们下个月会在长冰 将做这个疫诊的服务 我们也会准备这个OCT 就是比较先进的一些检查医器 然后把病患找到现场来 来做 来做 帮他们能够早一点去发现 因为早期治疗才是一个治疗效果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最重要的因素 他刚刚讲到这个黄漫步的势力小孩 其实有时候他势力很强盗 因为当他初学的时候 势力只可以一下掉到都看不到 那这个会威胁到我们国内的势力健康 黄漫步的原因是 如果我们看势力障碍 势力障碍是指说 我们势力大概在0.5以下 就差不多是轻度势障碍 这里面大概四个人就有一个是黄漫步 那如果我们讲失敏 就是说你最大的市标都看不到 那这十个人里面 有一个是黄漫步里面 所以黄漫步是我们势力 势力不良 势力失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特别是如果是 以开发国家 他该是失敏的人苦的第一名 那我们有几个疾病 一个是老化 就是失性年龄相关性 黄漫步退化疾病 那简单叫NAMD 就是一个老化造成的 那这个其中还有一个类型 叫做在我们台湾比较多 亚洲比较多的这个叫做PCD 叫做多足性黄漫步血管 病变形的黄漫步变 那这两个都是跟老化有关系的 另外有一个跟 可能年龄成有的时候还更年轻 就是跟有血糖的问题 就是糖尿病控制不好 它会有糖尿病的黄漫步水肿 叫DME 那这三个疾病 它的特色都是因为 有一些不正常的血管 然后造成黄漫步的一个水肿出血 这些问题 那这个就会造成人的 势力的受损 那我们可以想说 黄漫步这个病变 有点像你买了 大概这个存在多少钱 去买了一个房子 有硬气不好 买到一个漏水屋 那在这一杯子漏水 刚开始可能就漏 有点这个潮湿 出现有点病癌 但你问题不好好的去 去给它处理 那房子变 那个墙壁变得干燥 它就可能最后 可能会有结构的问题 在眼睛上面就是 好像你就变成一个永久的 势力受损甚至失眠的状况 那虽然说我们在做 这个在做一些统计上 我们的黄漫步的一个白皮书 那这个里面 大家认为说 去问的这个一般的民众 问这个病患来问他们 他们百分之九成的人都觉得 我们要规律治疗很重要 但是事实上呢 他们这个改名上面是说 有三分之一的人 他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做到 好好的规律的回神 那这个没有规律回神 你有可能就错过 下一次应该打针的时候 没有去做治疗 然后可能就造成结痂 造成势力的永久受损这样 爱芒协会携手台湾罗氏 邀请艺人郭子乾 担任卫教大使 期盼用爱的力量 募集学界产界的志工与资源 举办全台偏乡公益 黄斑部病变免费筛检活动 让患者可以早期发现及时治疗 而且我自己本身也有家属 这个是黄斑部病变的患者 听说是您的岳母 是 是我的岳母 他当时是怎么发现的 那当他发现的时候 他应该会 是不是有点害怕 很害怕 他大概十几年前 快二十年前 然后突然眼睛 他说他视力 急速的退化 那急速的退化 我们并没有太在意 只觉得说他可能是近视 结果拖了不过半年 我们带他去眼科检查 才发现他是黄斑部病变 那我们就吓一跳 半年 因为不知道那什么问题 不晓得 以为是视力急速的退化 老花 有没有去换眼镜 重配之类的 没有 没有 就是直接检查 这样子 了解 对 他知道之后心情怎么样 他当然就是从天堂掉到地狱 说怎么会这样 一几年再带孙 带到这里好 这事实力怎么会 这就会自怨自爱 有担心 有没有 是要看资讯 谷歌 说这些市民还是什么 应该心情 就是忧郁或什么 有 因为我们也不大敢 让大家知道 我们后面去深入了解 才知道 黄斑部病变好像是绝症 他这个就是 好像眼睛就会一层一层盖下来 盖家最后他就是前面一层盖住 他就看不到 对 因为我们只能尽早阻止他恶化 是 那右眼总是觉得比较弱势 那在110年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看门诊的时候 因为我时常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看荧幕 结果发现奇怪 怎么自己变小了 然后那个荧幕变成内凹了 那我就知道说可能黄斑部病变了 因为我本身是医师 所以这个基本的尝试是有了 那赶快找眼科医师检查 那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那个光学的电脑断层 还有血管摄影 发现是有黄斑部水肿 根据我的症状 我想大概是比较初期 还好这个早期发现 因为黄斑水肿做了电脑断层摄影 跟那个血管摄影 还是算是比较初度的变化 除了提供免费筛件 让民众知道自己是否罹患 黄斑部病变外 能在疗程初期建立治疗信心 也有助提升患者积极度 今年起健保给付新一代 双激转眼内注射药物 相较于颈控制一个致病原因 患者更有机会 更快达到良好的疾病控制 改善生活品质 可打造疗效与便利性兼具的疗程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